有一部日本动画在豆瓣 只有两百个评价不到 二十五年前的佳作就这样被人给无视掉 如果我不推荐 我想你应该根本就不知道他 他讲述了一段跨越种族的恋情 还讲述了黑心医生贩卖器官 更讲述了老板有钱肆无忌惮的冒犯女员工 如此精彩的故事 你确定不听一听吗 在日本有一家公司叫义无患怪社 社长如月妖华的业务 是消除恶魔和构种怪物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爱是懒觉的妖华在一堆炒 弄了闹钟声中醒来 随后他面见了来自 特兰西瓦尼亚国家的大使馆的人 这个人说他们国家的文化遗产 德古拉的棺材被一位日本的资本家 买走以后就接连发生了女性与害的案件 之所以大使馆的人这么在意 是因为这些遇恨女性脖子上 都有两个牙齿孔 而且她们身体的血液几乎都没有了 这种现象和他们国家相传的 德古拉传说十分的相似 大使馆的人就猜测是德古拉复活了 于是请求妖华小姐保护他们平安 妖华接了这个活后 警示厅的寿野工葬警部长也去找了妖华 魏德正是近来这批奇怪死法的女性 警示厅的杀人犯罪客人都坚持说 这些遇恨女性是被精神异常者所为 而寿野长连与妖华合作办案 自在晓得这不是寻常案件 便去请妖华相助 妖华让她的助手小恒 寻找一位可以协助她破案的社员 小恒找到了社员编号666的惠谜 惠谜的特长是乐器和西洋占星术 因为积累了在密教修炼的经验 所以可以区分灵气和邪气的流动 妖华立马去找了惠谜 惠谜用她的神奇照相机 算出了与这次案件相关的女孩 水源马希子 是女子大学文学部的一言级学生 照片上 马希子脖子上有两个牙齿孔印 而她的眼睛中倒映了这东京铁塔 妖华看到这照片 惊呼马希子是德谷她的新娘 当晚 在马希子回家路上 正好被她做完的吸血柜给结住 要吸她的血 幸好 妖华及时出现 妖华亮出她的口红 口红立马变成了一把古流灵符圣剑 把这吸血柜给打跑了 第二天 在马希子的家里出现了第二只吸血柜 妖华一路跟踪这只吸血柜 到了一家叫特兰西瓦尼亚的咖啡屋 没想到这吸血柜正是咖啡屋老板 妖华以为这只吸血柜是进来作案的凶手 对她大打出手 但是 没想到咖啡屋的吸血柜直接因为贫血而晕倒 原来 她已经三个月没有喝到血了 每次需要喝血 她都会去找马希子 因为马希子的血是最纯净的出资血 马希子也愿意帮助她 而作案的吸血柜是刚刚苏醒不久 她也看上了马希子的血 这时 咖啡屋的吸血柜感应到了马希子出事了 过来 马希子被作案的吸血柜给带走了 妖华一路追杀她到东京铁塔上 咖啡屋的吸血柜和兽眼 则帮忙把作战现场用黑布挡了起来 在妖华控制住对方时 他们在把黑布拿走 瞬间太阳照射到作案的吸血柜身上 她被活活烧成了灰烬 咖啡屋的吸血柜和马希子两情相悦 两人最后也走到了一起 一场跨越种族的恋爱 就这样简单幸福地进行着 之后有一天 妖华和醉酒了 在做出车上嗨歌 结果到高速公路上 喝醉的妖华察觉到有妖怪 就拼命让司机昨夜停车 结果 车中到了隔离桨上 昨夜虽然负伤了 但是因此避免了前方的连环车祸 第二天 妖华和小亨去医院探望昨夜 结果发现本来指尖绑骨折的昨夜 竟然死了 妖华发现昨夜的腹部有伤口 所有伤口又消失了 明显有妖怪的痕迹 兽爷也在这家医院住院 实际上 他是暗中调查这家医院 因为这里每年 不明死因的人比其他医院多 而且死者的腹部都会有伤口 警示厅就怀疑是器官买卖 近来 他们找不到了尸体腹部上的伤口 也就意味着找不到证据 当晚 兽爷发现两个形迹可疑的护士 推着一病人 请了电梯 兽爷 就爬楼梯 催电梯 结果追到后面 两护士 贫困消失了 昏迷通过妖怪留下的七位分析 这是一只没能召唤就不会出现的强大妖怪 这个月 因为这妖怪死亡 已经有16位了 而且都在那家医院 妖华也受到了右舰委托 妖华和兽爷都发现了 这家医院的电梯有异常 就在那手足带兔 妖华安排了 社员六香 奶奶美 作为急救病人 被推进了电梯 结果电梯半路 真的被妖怪 给转移到了犯罪现场 那妖怪 就附身在医院的 浅间院长身上 一番打斗后 妖华就也升一筹 这时 附身的妖怪 显出了原型 力量 变得异常强大 妖华安瘦也慌忙逃跑 在一个转角 妖华手下的社员六昆 实现摆好了五星盲阵 六昆的特成 就是能把附身在 他人身上的邪物 给清除掉 妖怪被六昆 逼住了浅间的身体 失去力量的妖怪 就想跑回手术室 去吃六香 奶奶美的内脏 恢复力量 结果被奶奶美的 火攻击一把烧了 事情沉暗落定后 大家才明白 原来院长早在一年前 就进行了器官贩卖 但是由于被警察盯上 而暂时停滞 后来 有了恶魔的帮助 可以去除手术伤口 于是 两人便不断合作 一个得到器官 一个得到灵魂 只要恶魔消除掉伤疤 就不会 让人察觉 这次案件 妖怪本来赚了不少 但是却立马被他用来购物 全花光了 一大早 妖怪就被小恩给叫醒了 因为妖怪又有个大客户 是一位叫中山的社长 重点 是他特别舍得花钱 中山找妖怪除妖 因为昨夜 在他名下的百货商店里 一位保安 在寻荣到古代萨拉哈战时 被一个从箱子里 飞出来的幽灵 给吓坏了 这成为了今早的报纸头条 深夜百货商店的妖怪 是古代萨拉哈文明的诅咒吗 妖怪和惠民去了萨拉哈会场 惠民在那发现了一点幽灵的痕迹 而且他发现这幽灵与中山有关系 于是妖怪偷偷装成了清洁工人 装到了中山 在他身上装了监听器 妖怪监听到了中山 想跟萨拉哈展的负责人 小川侠西交往 他用金钱指使他举办展出 可是侠西一直没答应 不过中山只是想玩玩侠西而已 这天夜里 中山的手下到萨拉哈展那 想强制拉侠西去见中山 萨西被打晕后幽灵就出现了 幽灵想攻击这恶人 希望妖怪及时出现 把幽灵给打跑了 妖怪回去查了萨拉哈 发掘了内幕得知 古代萨拉哈王国是三年前发现的 当时的成员成田东遇难了 而在成田东的尸体处 发现了萨拉哈遗址 成田东是萨西的男朋友 他与萨西最多爱和和不久 成田东就被认命为 寻找萨拉哈遗址的成员 而和萨西战别 本来两年约后重逢时结婚的 寻找未知的遗址 是成田东的梦想 他只身犯险在沙漠中央 找到了遗址 可自己也遇难了 仔细观察着幽灵的模样后 妖怪查找了遗址的新闻报道 和报道上的照片 跟幽灵完全一样 妖怪跟成田东聊了聊 得知他只是在偷偷地 帮助萨西筹备展出而已 萨西也是为了成田东的梦想 才努力 于是妖怪决定帮助成田东 保护萨西 不被中山玷污 中山构出萨西 主办方认为展出的筹备进度 实在太慢了 想要终止项目 而那展出继续的条件 就是跟他发生关系 萨西没办法 跟着中山学他的住所 在半路上 成田东赶来了 他把中山带进他自造出来的幻境里 愤怒地想要杀了他 幸好妖怪及时赶来 救了中山 中山因此被成田东给吓坏了 信了萨拉哈的诅咒 于是又不再骚扰萨西 展出也成功举行 成田东在了去心事后 则变成了天使去了天国 而中山最后因为贪污被辞退了 后来有一天夜里 妖怪和六坤在这一只抱走了狼人 中途 这狼人竟然被破鞋密教给轻松消灭了 破鞋的领头人叫吴靖 吴靖通知妖怪说 现在这座城市的一切 退治魔物和怨灵的委托 都由他们接受 破鞋的人就是要跟妖怪抢生意 妖怪有些郁闷 每次他追妖怪都会被破鞋 先一步消灭 破鞋工作效率极高 导致妖怪已经接不到什么委托了 现在倒是不少 破鞋的生意做得越来越大 都等广告了 而一直没委托的妖怪 只能带着奶奶美 他们去咖啡屋打工了 不过 兽也正在秘密调查着破鞋 破鞋已经付到可以开奔驰了 1994年就能开奔驰 这是何等的风光 于是兽也潜逐了破鞋住所 发现吴靖把白天抓的妖怪 从他手里的佛串放了出来 那些被收来的妖怪 都会变成无尽的傀儡 为他所用 而且 既然妖怪都是吴靖 放出去自导自演 懒财的工具 刚看完这一幕的兽也 就被发现了 于是 被人绑了起来 本来兽也答应给妖怪 介绍委托的 但是今天妖怪 完全联系不到兽也 妖怪在破鞋的附近 发现了兽也的车 于是妖怪带人 潜入了破鞋因 调查情况 妖怪 奶奶美 六坤 找了半天 终于找到了吴靖 吴靖直接放出妖怪 跟六坤他们打 而妖怪 则跟吴靖打 妖怪把吴靖的佛珠 给打 随后 这下 那些妖怪也消失了 吴靖 破共而死 吴靖死前 还把妖怪拉住 一起从屋顶上掉下 幸好 兽也跑过去 接触了妖怪 妖怪被救 两人瞬间 难起的 暧昧的氛围 难过这时 妖怪的裙子裂开了 被兽也看光了 啥暧的气氛都没了 等待兽也的是 妖怪的遗迹 无敌重拳 片名 幽幻怪射 这部动画 其实怎么说呢 这部动画的剧情 你听起来 应该没什么毛病 可是却差点不能 被引进国内 只因为有一些画面 不适合小孩子看 但整理来说 剧情简单 人设鲜明 画风也是很不错的 如果去看一下 应该还是会很喜欢的 即便是现在 2020年了 最后我再想一件事 如果在1994年的时 之后的几年 有些孩子看到 这部动画的口红 可以变光剑 是不是很多宝妈的口红 就要遭殃了 不敢想不敢想 今儿小时候 我没有找到妈妈的口红 不然我不知道 妈妈的口红 能不能变光剑 但妈妈的竹编 是肯定可以让 我的小屁屁变光定 难搞 我是少年 一位明年又可爱的 九七年男孩 如果也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 点赞 评论 支持一下 这对我 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 好吗 好吗 是否如今儿一位 我肯定是肯定的 我肯定是肯定的